委員長,你剛才要保持清洗,因為在這邊尋打都會轉入一些比較小的一些問題上,不要這個分頭轉向 十九條這邊有規定說制止法官違法行使之權,有糾正法官的不當言行 有督促法官迅速來執行這個職務,那麼你在二十一條卻沒有相對應的這個職務監督的設計 你的現在二十一條審查的這個條文,促其注意加以警告或是分送 其他法官來處理或是預協助都沒有對應十九條的制止 沒有對應十九條的糾正,沒有對應十九條的督促 你這個設計上是怎麼回事 二十一條發命令加以警告 這個本身就是啊,就是針對這個 你釋發命令叫他注意 你的文字說得很清楚,所以這個不要擴大解釋啦 所以理論上,十九條必須要有一個對應的一個條文 這個條文啊,就是說他發生了情勢一,違法的話 你應該要發布一個叫做制止命令 應該這樣講啦齁,職務監督齁 呃,如果我們看十九條的立法說明啦齁 立法說明的第一項是指的是說職務監督的這個範圍是包括制止 您說的,糾正、督促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他的範圍啦齁 那二十一條講的是處分 那處分你沒有制止啊 你就叫他注意啊 沒有,那是講這個範圍 你做的那個範圍是齁 職務監督跟受職務監督的範圍是這些 那實際上對於這些範圍裡面的行為 我要怎麼來處分 那個是處分的行為是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對啊,沒有錯 對,所以兩個講的是,所以用語才不同嘛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我在制止的同時我也給予一定的處分 我在這個糾正的同時也可以處分 我在督促的同時也可以處分,是這樣子嗎 對,我的職務監督的範圍我包括有制止來糾正和督促 那我要怎麼來執行這些職務監督的行為 是嘛,所以我說你才是要對應就這個樣子嘛 對,我如何 要不然你現在怎麼樣發布你的這個命令來制止他的行為 你告訴我 就是針對他這個,我要制止你的話我當然可以用一個命令啊 制止命令跟要求你注意的命令不一樣啊 對,所以他有個命令處他的注意啊 那就是看他的行為到底是哪一種類 對,我也許可以用命令 他已經違法了啊 也可以用警告 你第一項就是已經 你已經確認他違法 除了他有爭議嘛 到職務法庭去嘛 你已經確認他違法 你制止他 不是叫他注意啊 得嘛 這個是得違啊 好,那那那那 注意只是其中一項 我們現在就來談他違法的這個行事職權就好了 違法行事職權的情勢發生了 你要到底要怎麼樣監督,你告訴我 你發布一個警告,函 對 發布一個注意函 算了 就這樣子 沒有,那那你行為如果嚴重的話 嚴重那當然是就送評鑑 對 那你這個職務監督完全無效嘛 不會不會 你制止我們十九條條文寫得那麼 哦,很嚴重的,跑得很大耶 制止他的行為 結果你就是啊 啊,雷大啊,雨小啊,就發布 就發一個命令叫他注意 您看二十一條的第二項嘛 你被監督了法官有前 有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的情形 警告不圈的話 所以呢 那視同情結重大 秘書長,我的意思就是說齁 我們在審這些法條都要經過沙盤退役 違法行為到底是什麼樣的內容 什麼樣內容 我到底要怎麼樣再做監督的這個 這個做法上我要做什麼樣的一個因應啊 這樣才能夠設計我們的條文啊 你說違法行使職務的行為 你舉一個例子,然後我們來設計看看你的這個職務監督應該怎麼樣來做 你舉個例子,什麼情況是違法行使職權 好,比如說你違反行使訴訟法的規定,你開庭的時候 態度要延遲懇切啊,行使訴訟法這樣規定啦 那你延遲,你態度非常的惡劣啊 那你就是違法行使職權 不注意改善啊 或是說那你或是比較嚴重 或是加以警告啊 我就可以用一個書面的這樣來加你警告 那你如果再不聽的話 我看你搞錯了喔 我看你可能是整個這個情況都搞錯了 違法行為啦齁 可能是他的行使職權是法所不許的 法所不許,比如說他沒有審判的這個管轄權 你沒有管轄權那是個案,你要去審籍救濟啊 你要去審籍救濟啊,我沒有辦法就審判了 這個監督到底是能夠監督到什麼程度 程序上面的監督 擔心你們監督變干預 那現在講講講講到最後好像監督就是 那不痛不癢的 講到最後變成不痛不癢的 然後這邊寫說制止這種違法行為 那到最後是發一個注意函 那這個雷大與小啊 不對應啊,不成比例啊 因為他如果違背這樣職務監督的話 情節嚴重的話會變成 評鑑的一個室友啦 那你再補充一下 這個地這個紙條上 你再補充一下 我的看法是兩個條文 不成對應關係 不成比例關係 你不覺得 我倒是強烈的覺得怪怪 前面說,哇,制止要這個糾正 要督促 那後面說啊,發給你注意 給你一個警告 怪怪的 因為你這個是干預啦 等於是一個行政去干預他的這個行為 那這個干預不應該是這樣的 而且應該給予一個法律效率 你知道嗎 我這個行為出去後 制止就制止啦 就不得再違啦 你知道嗎 就有一個法律的強制力 否則這個法律就變成不吹氣的老虎啊 在 比如說啦 違法的 違法行使職權 比如說開庭的時候 他對有些當事人 違反他訴訟指揮權嘛 違反訴訟指揮權 那個審判長 可以叫他看管到 到法庭到避庭的時候嘛 這個是他的訴訟指揮權 行使 那訴訟指揮權的行使 我們是說 通常是說 應該是說 那一個案件結束的時候 那個就是那一個訴訟指揮權嘛 對那一個案件 違反那個法庭的訴訟指揮權 那如果 如果這個審判長說 他就不管 一直到到 全部所有的案件都 全部 開庭完畢 才結束 那這個這個就是 這就是我問 那你怎麼要制止他 就是 就依照這個 請他注意 怎麼可能用這種方式 請他注意 怎麼變成這種行為 怎麼你叫他注意而已 有一些 所以說 制止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命令出去以後 你這個行為就要終止了 對 所以說 而不是叫你自己去注意啊 是有強制性的宗旨啊 所以二十一條是得嘛 他不是說 二十一條是得為下列處分嘛 是講是這樣的東西啊 處分的話 一般來講都是負面的啦 就是處罰啦 注意絕對不是處罰的一種啦 警告是啦 你看一下公務員的服務法 對不對 處罰的種類 怎麼會只有這個注意是根本沒有包括在裡面的嘛 而且制止已經不是只有處罰 也是防止他這個行為繼續違法下去 所以你應該要有相對應啊 我看不到相對應啊 還有糾正 糾正就是說 你要趕快回到這個正軌來處理 這個糾正是有強制性的 你如果不回來的話 拍謝我就送評鑑啦 是這個樣子啊 要不然你這個院長 我有發注意啦 我有發 我對他警告啦 是不足以